简安箱推广课语多元又精彩 今年特别举行的 刻画讲故事真有趣 哈嘎说故事技巧研习活动 网路报名非常踊跃 很多学校老师和社区民众都热情来参与 并且由专业讲师 以互动式情境教学 结合简易的剧场游戏 提升学员们的表达能力 也在过程当中 学会了课语讲古的技巧 简安箱推广课语多元又精彩 乡长游淑珍表示 透过各种形式的课程设计 让学习课语更有效更有趣 也让各种年龄层的民众 都可以加入说课语学课语的行列 缤分极安课语说故事真有趣 60位来自于学校的老师 社区的志工 还有社团有兴趣的好朋友 一起来共学 再看到他们自己制作教具 精彩的在台上展演 我相信未来会传承到每个社区 每个学校 每个不一样的领域 带来不同的语言学习 还有族群融合共融的文化精彩 简安箱公所希望能够带来 不一样的我们的学习共融 也带来不一样族群的 来自于各个阶层的好朋友 一起来分享我们快乐幸福的 美丽缤分 简安箱112年课语讲故事真有趣 哈嘎说故事技巧研习活动 特别邀请专业讲师 以互动式的情境教学 结合简易剧场游戏 引领在场有70多位学员来分组 重新认识自己的声音 肢体和演技 育成生动有趣充满魅力 及自信的说书达人 而这一群种子志工 未来也会回归到各个学校 各个社区 社团或者是家庭来延伸趣味性 课语讲故还有阅读的活化剂 介络会即然相报道